我先問問你有什麼事 不用啦 不用啦 我這裡走就好了 見到嚴謹男子心中早已有數 他壓低音浪同時不忘向警方求情 我等一下要跟我們不要說話 好啦 待會要跟你講 會讓你們講好不好 主動將出入內毒品乖乖配合 唯一的要求就是向他的未婚妻好好道別 兩人就在園警面前享有兒氣 男子經歷摟著未婚妻 時間頓時像停止一般 沉浸在悲傷之中 一旁園警不斷舉起手來查看時間 似乎在提醒兩人時間到了 是時候了 原來男子這一入肩就是十三年 高雄這名五十二歲的前姓男子 因為涉及運輸販毒遭縱判 發肩執行時他沒到案 在今年二月二號被通緝 在外租屋展開了逃亡生活 房間內不忘裝置監視器 查看外頭動靜 為了和未婚妻結婚 他做起了辭職師傅純結婚基金 未婚妻則是被蒙在鼓裡 直到員警找射門 才知道兩人將要分離 就出現開頭納木 兩人僅僅相擁 依不捨得隨姑拜 但畢竟男子做了錯事 後果還是得自己扛 T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